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家园丁是如何育苗的 我们以苦瓜为例 苦瓜种子呢 首先在肩部 搅个小口 搅小口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发芽 又齐又快 处理好以后 用纸包上 就是用的我们那个厨房用纸 那包好以后呢 是要喷点水 那这次我们拿出来呢 是看有没有发芽的 弄好以后 给它放到塑料袋里 放到塑料袋这个目的呢 是让它保湿保温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 25度左右的一个环境中 圆丁呢 选好了 我们家的一个好位置 接下来我领大家看看 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很难想到 我现在准备上楼了 那这个发芽工作呢 通常是在 维多利亚节的 之前的一个月 或 一个月之前吧 我们今年的维多利亚节呢 是5月23号 所以我们的发芽工作呢 是在4月18号开始的 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是电视的低积顶盒 这上的温度还真的是 刚刚好 25度左右 你也可以试一试啦 两天以后呢 这个芽就陆陆续续续就出来了 那把出来的 催芽 发出芽的 给它放到土里 那这个小盒呢 我们是给它弄好了土 发芽部分朝下 弄个小洞 给它按时 按下去 园丁做事 就是 非常非常认真 所以它做的呢 这个成功率也高 发过芽的 给它 放到土里 没发芽的呢 我们 还是 继续给它放到楼上的 积顶盒 继续让它催芽 放入土里以后呢 还要尽量给它按时 今天我们育的苗比较多 现在呢 遇到苗有 苦瓜 丝瓜 白瓜 西瓜 黄瓜 青椒 辣椒 等等 园丁干这些工作呢 是 非常热衷于去做的 玩得也很开心 浇水呢 通常是 看到表面干了 就开始浇浇水 那通常情况下 两三天 一浇水就可以 我们育苗的容器呢 采用的是 很多是 豆腐盒 还有酸奶盒 非有利用了 园丁给弄的 都是整整齐齐的 小苗呢 陆陆续续发出来了 看着确实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是不同的苗 五月中旬呢 多伦多温度 变暖 所以我们就准备 提前给它下地了 我再来 这是种到地里的 这个是白瓜 长得真不错 这里呢有青椒 有辣椒 红辣椒 还有丝瓜 黄瓜 还有这部分呢是留着种豆角的地方 还有苦瓜 谢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种花种菜